短路的这一瞬间是不是很可怕 幸苦有空开的保护 所以说设计用这种空气开关的人 真的很了不起 空气开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空开 其实它就是一个断路器 只要电路当中的电流超过它的额定力流 它就会自动断开 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开关 在工作的时候超过它的额定力流 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就是短路 在电路当中当零线和火线直接短接的时候 也就是两根线直接接到一块的时候 就会发生短路的情况 这个时候电路当中的电流就非常大 很容易造成电气损坏 或者引发火灾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固在 统一电路中大量的用那些筒子工作 电路当中的电流超过它的额定值 电路就会发热 稍不流行也会引发火灾 而空开就可以防止这两种情况发生 那么这个空开 它是如何防止这两种情况发生呢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讲空开的原理 这个空开它设计的真的非常巧妙 我专门拆开了一根空开 先来看一看它的基本结构 大家看这个 这是一个热霜金属片 这个四十方方的是卖虎式 第三个是电视线圈 以及机械触发组件 就这一块 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连接结构 大家看火线通过这个接线柱 从这里过来 接到双金属片上面 通过双金属片 再连接到这个电视线圈 再通过这个连接结构 从这里出去流出去 对不对 另外有这个机械触发组件连接的 还有这个动触杆结构 通过它可以建立和动开电路 当电流从这里流过来 通过这个线圈的时候 这个线圈是不是会产生磁性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磁铁 在正常情况下面 这个电磁铁产生磁性 它的力度不足一样 里面的弧塞杆运动 因为它的磁性太弱了 产生力量不够 所以这个电路 一直处于正常的工作 但是呢 在短路的情况下面 电路当中的电流 会瞬间爆涨到正常值的100倍 甚至更大 这样的话 线圈中产生的磁场 也就瞬间变强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可以推动 这里面的弧塞杆运动 就像到一个电磁铁 把中间的活塞杆吸了过来 活塞杆运动 带动旁边的机械触发结构运动 触点断开 这样就切断了电路当中的电流 因为电路突然断开 那么这个接触点的电阻 会迅速增大 温度就不到的飙升 在高温和常电厂的双层作用下面 就会产生电弧 大家注意啊 电弧的温度是很高的 几千度都是小意思 大家如果有兴趣到 我做个电弧打火机 给大家看一看 这样就很容易烧化电气 或者引化火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设计了这一个灭壶式 这个灭壶式 它是由多片相互结缘的 金属片构成的 也叫金属三片灭壶式 金属三片灭壶式 它的原理有点复杂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花一些时间和大家讲一讲 在这里大家只要知道 电弧一碰到这个东西就会熄灭 这就是公开避免短路的工作原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过载 过载的时候 电路当中的电流也会变大 但是它的电流不会像短路那么极端 也就是没有短路这么大 这个电流不足以使这个电磁铁工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热霜金属片就派上用场了 热霜金属片大家应该都见过 它是有两块 就有不同热膨胀系数的金属片 叠在一起做成的 当它受热的时候 它就会朝一个方向弯曲 当电路当中的电流过载的时候 电流产生的热 使这双金属片发生弯曲 那么和它相连接的拉扣 就会触发之前讲的这个机械触发机构 这个时候触点就会断开 切断电路 另外再告诉大家 短路比过载要严重的多 所以短路造成的跳闸 只要几毫秒就可以完成 它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短路 而过载造成的保护 它的时间要长很多 有些时间要好几秒才能完成 这就是空开的工作原理 空开和热点保护 它又相似很多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再和大家讲一讲 热点保护器的结构 以及它的工作原理 请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一期见